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主持人大家好 有位同修來問說 神明廳外有風水的那種煞 遇到那個煞氣 需要用駐煞的物品來化解煞氣嗎 提供這樣的問題 故人回答是這樣子的 神明廳廟也有風水的問題 天人地這個要地 要合乎地理 地氣 所以蓋一個廟 這個廟的風水地理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廟也會興盛 也會有沒落的這種印象 所以故人看過幾個宿廟 夢落的寺廟 他曾經揮煌過 那顧問去看了 裡面的重要人物 帶顧問去看來請教顧問 這顧問就指出他們的寺廟 幾個風水的大問題 那因為應到這個問題 這個廟裡面的人 人人就不合 就夢落了 就怎麼樣的能力 都沒有像以前這樣的風光 就開始衰敗了 很多廟都一樣 就不要以為神是萬能的 火是萬能的 天人地這個地理風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神明廳有遇到所謂風水 風水外面七成 外面的風水的影響力有七成 裡面才算三成 在我的認知是這樣子 因為外面的風水的煞氣影響是最大的 好 有好的影響 壞就壞的影響 當然有遇到不好 當然有化解的方法 你要去請教一些真 就是所謂的專家 當然你也可以去看一些詩經典 叫做華 當然你也可以去問神 叫做佛 我們一三把佛化真 先問專家去查經典 問專家 到最後就問神 一定要刺離 那有些駐煞的物是有用的 所以可以參考的 那這是因為狀況很多 不被你在網路上 顧問給你教導 不會詳細的 所以顧問在網路上 不會去教導這樣 一個點 至於更解釋一個點 可能要誤解 所以風水要看整個面 整體的 不能針對什麼 頭痛於頭 腳痛於腳 不能這樣子 所以沒有辦法在網路上 跟你解答 所以不要同學來問 要什麼要怎麼樣 因為顧問沒有看到其他整體 我是不會給建議的 所以不便宜 不適宜給建議 如果給建議的人 顧問就是很擔心 頭痛於頭會越醫越嚴重的 你沒有從根本解決 那是無法除根的 所以醫病一定要除根 不是頭痛於頭 以上顧問的回答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麻子慈悲 麻子慈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是